中國排除在未來還是會有規模5的雨震的發生 因為規模7.2的地震 它的雨震的時間可能會長長 至少一個月之內 雨震的活動還是會蠻活躍的 那今天下午1點09分在台灣東部的海域 發生了一個規模5.1的地震 那它造成了宜蘭花蓮最大震度有4級 那台灣大概中部以北的地區大概普遍有1到2級的震度 這個地震應該也算是0403的雨震 規模5以上的地震總共28次 就不含雨震 然後目前為止已經有749個有感地震 可以看這個地震的主持變化的話 大概昨天的6點以後到現在 等到今天一點就只有一個規模5的地震 它的頻率其實已經比之前的也降了 那發布地震的次數也一直在降 對 因為規模7.2的地震 它的雨震的時間可能會長長 所以也不排除在未來還是會有規模5的雨震的發生 至少一個月之內 雨震的活動還是會蠻活躍的 就算了 heavy 靈魂震 有 無 感谢观看